对方 哇 白狼子大招准确将山峰固定在塔下几秒 让他吃足了防御坛的伤害 这个角度都可以打中啊 对面以为压制我们中路就行了 别忘了我们下路也是凯瑞点 诚哥这件完全可以上英雄救美激进的榜手啊 在接应到现在小胖和Chesson的下路已经开始推塔了 Smiling控制着白童子刚普立拨兵线 Dragon又控制着山峰摸到了中路 龙虎的山峰一跳从出来一到二十个飞来 从一秒Smiling毫不容易遇见过回到塔架 对方直接被一根了伤害 我保养你的装备不行 伤害不够 撤 山峰太鼓打了一场伤害 近三次能把山峰剪辞的塔前 山峰直接顺服到麦洞斯脸上 大招然后一套连招就麦洞了一场 山峰你现在心里肯定是有点渣狂了 我就说这把拿雪宇吧 今天这个许泰伦是没完没了 是把一直抓 真是无脑针对的感觉啊 我跟你讲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已经有些不礼貌了呀 真的不知道DK5到底想干什么 看了十几分钟比赛 我就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想杀斯麦琳 他们非要杀斯麦琳 他们硬是要杀斯麦琳 我觉得你还是别太乱说话了 兜兜 别说我没提醒你 也别问我为什么 一会儿呢 你去看你微博底下 来自DK5战队粉丝的评论 就知道了 老K来一下 好 我来了 现在就来 别去中路 没有视野 老K的亏裂时 以防山峰再次站在斯麦琳 已经在中路格道蹲好了 这次还是上了 这次他完全无视了腿蕾师 到底斯麦琳就跟着脱禁 同时DK5 也是赶到了中路 虽然打掉了斯麦琳 但自己也是被老K的 腿蕾师轻松收掉 至于吗 一换一 我看DK5是伤疾800 自损1200 这不DRAGON抓斯麦琳 抓得也太上头了吧 是啊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 第二十分钟 ZGDX已经推上了中路的高地 神哥这波我上了 位置特别好 好 老K新主开团 万一为一步去 减松 顺便三人直接开打鸡飞 来来来来 前期被抓得太惨了 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尴尬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波可以打 不要退 不要退 这波DK5想打 打了打了 所有群人都交出去 交在了老KXL身上 老KXL倒下了 只是ChXL有了输出的空间 ChX们的后面疯狂的输出 一个 两个 孩子继续 孩子继续 三个 四个漂亮 四个 厉害呀 陈泽 一款四 神风 神风 神风不服了 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神风 神风出出来 不是 守基地呀 守基地 你老追他干嘛呀 守基地呀 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对方已经推到自家的基地了 ZGDX这边还是在 欺而不舍地针对Smiley 好像这把是收对方的中路 要比自家的基地还重要 对 可是ZGDX没有了组案 有条不紊地拆着对方基地 挑选 让我们再次恭喜ZGDX 拿下比赛的胜利 他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呀 你问他们这 今天这不是莫名其妙 许他能在搞什么鬼啊 老K 你说他到底想干啥 我就看出来他想杀童谣 别的真没看出来 不会真的信了之前童谣直播的时候 说的话带他节奏借机报复啊 这位朋友 听说你没帮人洗白还阴阳怪气了 我有什么义务帮他撒谎 除了好 撒谎长不高 不是吧 正式比赛搞这种事情队友能同意啊 所以把小组赛又怎么了 再说了 DQ5是四保一的战队 对面四个中国人保一个韩国人 我真想呵呵了 看见没队友们 这才叫阴阳怪气 阴阳怪气就服你 我去下洗手间 下巴打四保一 打什么都行 这么抓我 就算我哪有终极入庄世神 只出了蹲在中路也照样被杀 比赛赢了就行 下巴他还这么住在中路 麻烦你们谁比完赛 帮我去举报一下他消极比赛 厉害了 我还以为会哭呢 我也以为会呢 估计是气懵了 你们到底进不进去 进去 进去 走走 从来买一路 就希望你多长便 叉我的手 到底要в Beijing 虚荡